我们把话语全回到选手自己身上 我们第一轮马上要选了 你想说什么 其实我这一次来就是 不知道谁哪一家会选我 其实我对哪一行都没有太多的挑剔 因为我觉得每一行的销售运营管理都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我们一会儿给你开出 比方说一年六万到八万的薪水 你会不会心里嘲笑我们 不会 你一年两百万的收入 你会做一个十万以内的年薪的工作吗 其实我自己 我刚刚还想说 其实销售什么叫销售 我觉得销售的人可以没有底心 我觉得要遵守原则 比方说其实我 我完全可以跟他合作 在他的那个平台上面 用他的IP走我的产品 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个耳流灯的 我觉得企业和你之间的合作就是合作 这是一个找工作的平台 我们要尊重它 我们要有原则的 第一轮选择之前 我已经让他给他机会让他说 但是翻来覆去就是那句话 我不知道谁会跟我留灯 好像这成为了我不了解企业的理由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为十五位企业家就是跟他们说声对不起 我把我的重心放错了 就是这次经验 经历告诉我 要把每一件小事情都要去把它重视到 你可能从来没有在舞台上表演之后 得到的是这样的结果吧 应该都是满堂喝彩吧 对 但你这是第一次来到一个非表演的舞台 而是一个求职平台 对吧 这也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求职吗 对 现在此情此景看到这一片红灯 你想说什么 其实我之前有想来聘演员的 我觉得自己不太合适 所以我 我是非常能够理解他的 他既有说我要转型 同时又有那种不甘心存在 这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状 也是所有的网红或者是演员 都会面临的一个挑战 就是我不红的情况下 我到底应该怎么去生活或者生存 你以后如果想找演员的工作 想找其他的工作 你直说 但是这都不能成为 你跑到一个舞台来 不了解舞台现场状况的结果 好吗 再见 参加了这次面试 我准备了很多 就唯独就是说 细节没有去做好 这是自己人生当中 最大的一个教训 我感觉就是自己确实没有做好 企业家说的这些话 其实这一次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